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一章的很重要的地方了 所以期末考一定会考 那我们刚刚讲了所谓的营业助理 另外一个不是营业助理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资本助理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资本助理 好有几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里头 四个里头只要满足其中一个 它就算资本助理了 好四个条件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满足 它就是一个资本助理 第一个条件就是诸令借满 诸令物无条件移准给成诸人 你先听就好了 其实这个你可以理解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判断 好这课本上面都有 好四个条件里头 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满足 它就是一个资本助理 第一个就是诸其借满 诸令物无条件移转给成诸人 好第二个如果诸其借满 它不是无条件 而是成诸人可以以很优惠的价格认购 它就是一个资本助理 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成诸人可以很优惠的价格认购 诸令物多优惠 就是它一定会买 不买它就是太笨了 就算我不用我买了再买还是有赚的意思 这个就优惠了吧 好那第三种 我的租金的折现值 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间 这段期间我支付的租金去折现 折现值超过租赁开始日 租赁物的公允价值90%以上 好也就是第二个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可能的条件是如果你支付的租金要折现 那折现出来算出来的在租赁开始日那天的折现值 超过了租赁物的公允价值90%以上 好那如果是有达到这样条件 它也算是资本租赁 那或者第四个可能 我的租期超过这个租赁资产的耐用年限75%以上 好也就是说这个租赁物几乎 好它可以使用的时间几乎都是什么 乘租人在使用越超过了75% 假设这个租赁物可以用10年 我的那年限是10年 那我的初期有8年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资本租赁 所以假设这四个条件当中任何一个条件满足 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 但是这个资本租赁对成租人跟出租人又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先讲比较简单的 成租人的会计处理 好成租人的会计处理里面 我们现在先讲 但是出租人的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资本租赁 这四个条件其实是都一样可以去当作筛选的标准 好我们说这四个条件不是同时符合 四个里面叫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补合 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 那对于成租人而言 它就是一个融资租赁 我们想 比如说第一个条件 第一种情形是 如果租赁借满 租赁物就无条件移转给成租人 这有没有点像分期付款 他每次分期去付租金 租金付完了就是租期借满了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成租人的了 他有没有显影像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是 我意思是什么 分期付这个 我的这个资产的价值 价格分期去付 他跟分期付款 唯一不同的是 分期付款一开始 这个资产的所有权人就是什么 就是买方的 但是呢 就成租 就刚刚讲的 那个租赁 资本租赁来讲 这表面上 一开始表面上 我说表面上 这个租赁物的所有权人 是出租人的表面上 好 但是实质上 他也像是 什么 也像是 这个一开始就是什么 分期付款的概念一样 我只是说 登记上面 表面上的登记 如果是融资租赁的时候 这表面上的持有人 表面上 就所有的法律文件上面的持有人是出租人 表面上的 但是如果是分期付款表面上的 所有权人就是什么 买方的 我刚刚讲说他跟分期付款很像 不一不同的是 他表面的文件上面 表面的文件 分期付款 表面上的文件 所有权人就是买方的 但是如果是出本书令 表面上的文件 所有权人是出租人的 那我讲表面 实质上 分期付款 实质上的所有权人 是买方 但是资本租赁的 实质上的所有权人 实质上的所有权人 是 陈租人的 那我刚刚有讲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 我要强调的是 因为 实质上这个 陈租的资产 租赁赁 是陈租人的 所以 租赁物的折旧 是 陈租人要承认 再说一次 我刚刚强调 这折旧费用怎么算 归谁 怎么算是其次问题 折旧费用怎么算 其次问题 而是重点在 折旧费用谁要认列 谁的帐上要认列 这个出租资产 这个租赁资产的 这个折旧费用 就看谁是拥有它 但是谁是拥有它呢 在我们会计上面 是实质意义大于表面意义 或者是法律上面的意义 我说 租赁物表面 所有的法律文件 所有权人 可能都应该写的 就是出租人的 但是实质使用这个资产的是什么 陈租人的 而它又符合所谓资本租赁的条件 所以这个折旧费用就是 陈租人要认列 折旧费用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 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资本租赁 四个条件 任何一个条件满足 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 第二个我们谈到这个租赁 既然是资本租赁 表示是陈租人拥有这个租赁赁 那因此 这个租赁物的折旧费用 是由陈租人来负担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到 我的租赁物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条件讲说 我支付租金的折限值 大于这个租赁物的公允价值90% 它的折限值怎么算 折限值是依陈租人的 增额借款利率来算的 也就是说简单一言讲就是 他要借钱所必须负担的利率 那增额借款是因为 你有这个租赁物了 所以你必须什么 额外借钱 那在你的借的钱越多 你可能要负担的利率 就是你的资本结构越不好 因为你负贷比例太高了 越高的话 你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 它的风险就越高 所以他要求的利率就会越高 所以我们要强调 它是增额借款利率 好 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有这个租赁 你有这个租赁 所以你就形同你要额外去借钱 所产生的比较高的利息 好 利率 所以请你看一下 我们讲的这几个概念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好 请你看一下 395页 好 租赁呢 我们的分类 好 颜则上面 他就说呢 如果呢 附属于租赁标的物的所有权 几乎所有的风险跟报酬 好 就已经移转了 好 都已经移转了 也就是说 陈租人 先有这个资产 使用这个资产的报酬 当然也承受了 这个使用这个资产所产生的一些风险 那这个就已经移转 从出租人 已经移转给陈租人 所以这个叫做融资租赁 那我们就是简单的区分 营业租赁跟资本租赁 好 就区分这两个 那所以资本租赁就 陈租人来讲 他就是一个融资租赁 好 资本租赁就陈租人来讲 他是融资租赁 因为他等于是跟出租人借钱 所以他叫做融资租赁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他的怎么被分类为 这个融资租赁的情况 一共有 他这边有写五点 我刚讲的四点 第一个 借满时所有权移转给陈租人 好 然后呢 第二个是 这个租赁借满 好 这个有优惠认购成购权 好 也就是说 他不是无条件的 移转给这个陈租人 而是什么 必须要认购 但是是优惠的认购 好 第三个呢 这个租赁期间呢 涵盖了租赁赁建议 近年线的主要部分 好 那主要部分 好 因为这个国际会计准则 他非常强调是 他不讲一个百分比 或者是很明确的 只是说 这个资产 他的主要的使用时间 他的使用时间几乎都是什么 陈租人在使用 好 就是类似这样 那只是我们以前 或者是台湾的会计准则 一般公众会计准则 就是定说 如果这个租赁资产的 百分之七十五的耐用年限 都是在租赁期间 就是你的租赁年限这么长 那就是属于 我们刚讲的第四种倾听 那第三 这边的第四 就我刚讲的第三个 好 租赁开始日 最低租赁给付限制 达到这个租赁资产 几乎所有的公有价值 所有 几乎所有 他多少叫做几乎所有 那我们以前 一般公众会计准则 就定义百分之九十以上 好 国际会计准则 我再强调 国际会计准则 他讲的是一个原则 好 所以他不会给百分比 也不会给很明确的区分 就是多少以上 多少以下 不会 他只是告诉你说 这概念上 这资产几乎都是什么 成租人在使用 这个成租人 支付的租金 几乎是这个租赁物的 公允价值 所以就是我刚讲的四个条件 其中任何一个 那第五个呢 它是说 这个租赁资产 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重大的修改 仅有成租人能够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租赁物 出租人买了这个 持有这个租赁物 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成租人的 好 因为说了 因为是专门为了这个成租人 而去取的这个资产 如果他要符合 因为如果要租给别人 他要去重大的修改 别人才会租 才会用得到 好 所以第五个条件 好 他说呢 只要这上面呢 其中的任何一个 好 或多个 这个被有效使用的话 那就算是一个资本租赁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 先是融资租赁 或资本租赁的决定的条件 或者是情况 然后看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因为他的租金的限 最低租金给付限值 什么叫做 那个租金的几付限值 他怎么算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最低租赁的几付 好 包含了 第一个 我没起付租金的金额的折限 另外一个 如果这个租旗借满 好 并没有直接移转给成租人 因为我们刚刚讲 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有时候并没有成租人一定是 会持有这个资产 那出租人来讲 为了要希望成租人要负 这个善尽使用者的责任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想说这个东西 其满以后就不是我的 我就大肆破坏 所以他要求你 要保证残值 你就说你要好好使用它 好 这个租旗借满之后 你还给我的时候 它应该要有多少的价值 没有的话 你就要补 就要弥补这个缺口 假设说这个租旗借满之后 这个东西 这个租令物 还要有十万块的价值 胜于现金价值叫残值 好 还要有十万块的价值 如果我去给人家评估 不到十万块 那不到十万的成租人就要什么 弥补给我 所以这个叫做保证残值 那如果没有保证 叫做未保证残值 好 假设我出租人认为 这个租旗借满之后 我这个东西应该有十五万的价值 但是陈租人说 我只愿意保证十万 我认为租旗借满之后 我可以保证它有十万的价值 你认为有十五万 这五万 多出来这五万 我不保证 所以这个叫做未保证残值 那最低租金给付 折现值是站在陈租人的立场 所以是用陈租人 他未来可能或者是他有的义务 来算他的折现值 所以如果有保证残值 我觉得我是把 每一期支付的租金折现 以及到期 这个租旗借满 我要保证他有多少的残值 要折现 好 租旗 十年以后 我保证他有十万 那十年之后的十万 值现在多少 这样去算折现 就是我的最低租金给付限值 好 所以我们先决定他的范围了 好 所以他说各期的租金 以及这个三百九十六页 好 出期借满可能支付的 优惠的成购价 或者保证残值 好 都算是我的什么 租金的给付的范围 好 那我的折现率 好 第二个三百九十七页 决定折现率 好 那我的折现率怎么决定 好 如果同学拿到的是第七版 你可能翻一下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第七版 第七版的页数跟我们现在一样 第七版的话是第几页 因为这个部分 三九一 三九一 好 如果你拿到的是第七版 请你看一下三九一 好 那我说了 我们决定了租金之后 我要把我的最低租金 包含了哪些 每一期支付的租金 还有 我的到期可能要保证的残值 或者我到期可以有什么 优惠认购 那我优惠的认购价值要折现 第二个我们要决定它的折现率 好 这是第三版 就是支付的利率 好 那如果利率没有办法决定的话 我们才用什么 才用那个 陈租人购买这个租赁的话 类似要支付的担保的那个资金 好 总之 我们就是要先找到 好 未来的习题或练习头 都会有给你 这个借款 陈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 那陈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 如果有可能不等于出租人隐含利率 出租人隐含利率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这个资本助理人来讲 它这是一个融资的性质 所以请你记得 它既然是一个融资 所以只会产生利息费用 或者是利息收入 它就不再出现租金收入跟租金费用了 好 它不再出现租金收入跟租金费用了 好 那 那陈租人有增额借款利率 出租人他把这个东西租出去的时候 他也希望他有一个报酬 就是他希望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报酬 我们这边叫做隐含利率 好 那出租人隐含利率 是指出租人的投资报酬率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投资报酬率 它的折限率是希望 比如说他未来可以收到的 最低租金给付限值 刚加上我刚刚讲 如果出租人认为我这个租旗借满 这个租利物还有15万的价值残值 但是陈租人说我只保证10万 另外的5万他不保证 所以这个就叫未保证残值 好 请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397页或391页里头有讲到 好 他有最低租金给付的限值 还有加上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会等于什么 公允价值 还有加上这个出租人呢 因为开始的时候 他持有这个资产的时候 会有原始的直接成本 好 他的折限率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接下来怎么算 这是我们比较要讲的重点 因为概念不是很困难 对于出租人来讲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租给你 因为我希望赚到的是利息 所以他的希望赚到的利息 就是他的隐含的报酬率 就是隐含利率 那成租人来讲 既然是一个融资等于是什么 我跟你借钱去买这个资产 或者是我借钱去使用这个资产 所以我跟你借钱 那我跟你借钱的利率是多少 就是增额借款利率 好 那这些概念有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出租人的融资租赁的部分 资本租赁的部分 我们先跳过去 因为出租人对资本租赁这个部分 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里我们就跳过来看一下 那个视力 直接讲视力了 视力6 好 七个点 我一边讲过之后 那你好像知道他在讲什么 又不是很清楚 好 没关系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 他到底所指什么样的一个交易 好 视力6呢 如果你是第7版 你看一下 心力公司 好 因为这一章 我想 埃法斯跟这里 应该没有变动很大 所以第7版跟第8版 这一部分 应该变动不大 好 视力6呢 就是X1年1月1号 心力公司将成本25万的新购入机器 租与成名公司租其5年 每年的租金64111 于年初支付 好 请你要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要再讲 第4章到期年金 因为他每年的年初都付64111 我们说什么叫年金 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金额 好 就是非常典型 如果你是起一开始就支付 我们叫做到期年金 又叫期出 那你是期末 才收获支 我们叫做普通年金 这是第4章所讲的 好 帮你回忆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呢 他说这个机器可以用6年 没有残值 每年的履约成本是5000块 约定由出租人支付 好 履约成本是出租人支付 那意思是什么 真 履约成本有5000 你想想看 他履约成本是说 诶 这个 譬如说这个资产的维修 或者是相当于他要负担的 那个税捐 好 你就想说 假设我要租他是房子 不 还是讲机器了 假设他有 如果是房子就很明确 我们有什么 地价税 房屋税 好 这个就是履约成本 好 那现在讲履约成本是有什么 出租人负担 意思是说 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一里面 要扣掉5000 对于出租人 他真正收到的租金 就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个履约成本 如果是由成租人负担 那租金 他说租金每年付的租金 就是什么 就是租金收入了 不是租金收入了 就是出租人可以收到的钱了 他可以承认是他的收入了 但是如果 履约成本是由出租人负责的话 那表示他收到的租金 在现金里面 有一部分要付履约成本 所以真正属于租金的部分 你就要把他收到的现金扣掉 履约成本的部分才是 他真正属于他收到的现金 不然其他就是什么 过入财神 他收到六万四千 一百一十一 其中的五千块是什么 过入财神 所以他真正属于他的租金 就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所以这个资料里头 也要能够解读 好 那再来呢 这个租期借满 这个成租人呢 并没有优惠的认购权 好 那租期借满 他的估计残值有两万 全部由成民公司保证 换言之 他的保证残值就是两万 好 然后成民公司 正的借款利率是百分之十 新利公司的隐含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好 那这个成民公司呢 这个是为成民公司所支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算 我的最低 因为你要想 这个租赁资产 既然是属于成租人的 所以 你要想 他属于成租人的 他一定要写 帐上要记录进来啊 好 所以他会有一个 借租赁资产 这是借来的 好 当然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先讲说 他是不是一个资本租赁 好 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出来 他赖用年限六年 他租期五年 五除六 他就用 使用了他百分之八十三点多的时间了 所以 从刚刚看到的起点 三百九十五页嘛 三百九十七页吧 那起点里面你可以判断的出来 他就是一个资本注定 但是他有很多条件可以判断 好 比如说 他租期借满 他没有 没有 没有优惠的认购 也没有移转 但是要符合第三 第四个情形 就是 第三个情形 他这个租赁资产的 大部分的时间都涵盖在 他的租赁期间 涵盖了他的租赁资产的大部分的时间 六年他用了五年 好 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判断 这个租 最低租金给付的 责限值 是不是几乎等于这个资产的公元价值 好 那这个最低责限值呢 看一下 我的资产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59111 我负五年 他的利率是 他的利率 好 看一下呢 我们的隐含利率是百分 隐含利率是百分十二 这个利率 我们两个选他高的 好 就说 我们要算他的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折现值 好 我的入账的金 我的决定的金额是 隐含利率跟我的增儿借款利率 二选一 选他比较高的 来算他的折现值 好 所以呢 百分之十跟百分之十二 当然是百分之十二比较高 好 然后呢 朱祺借满 五年之后的两万 我要什么 负利限值 母其百分之十二 这是算他的最低租金的折现值 好 那看一下 这个例子里面 他有这个机器的入 那个购入的成本是二十五万 所以我们算一下呢 他这边的 因为 对不起 因为他一开始就负了 所以我只要折现的是四期 然后一开始的一 不用再算折现了 所以一加这个 年金的概念 其初年金 一开始我就负这个金额 我现在算现在的限制啊 差一年的预约号啊 差一年的预约号 我负的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就是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没有折现 但是第二年的年初 我要负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就一起 相当于现在多少 第五年负的是第五年一开始 所以相当于第四年的年底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给你这个表 都是普通年金表 所以我要把普通年金的表 用在我的期初的条件之下 我是这样算的 好 这是我们第四段有讲过的 所以我算出来呢 这个资产的责限值 好 就是二十五万 那刚好等于什么 它的公允价值 好 所以 因为我们带年金限制表出来 可是你可以算看看 好 因为课本上面只有给你 但我只要写出这个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课本上面所讲的 好 那 第一个 我算出来 我想看出来 所以我 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亦也25万 我算出来最低租金折限值 给付的折限值 急付的折限值 你刚好等于是25万 所以不用置移 我的租赁之参就25万 然后我这边呢 你 EDU 你 负了五万九千 虽然我负了六万四 但我可以这样写了 我先写二十五万 但是因为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负了现金 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一 然后我就写 借记应付诸令款 因为我们说了 这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一里面 有五万九千 一百一十一是属于什么 给出租人的 另外我有什么 我有的是什么 维修费用 五千块 那你说这个其实 那个残租人 出租人 出租人我们先不讲好了 就是这样子写他的分路 所以我本来是要把它写在一起 可是如果写在一起的话 我这边就写五万九千 代现金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这个二十万就没那么多了 但是我怕 因为你 他不是说他负了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一吗 你怎么可以写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所以我另外写好了 这样看懂吗 好 写完这个之后 X1年底 我要怎么做我的分路 这X我是每一年年初负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一 所以这个分路 请你记得 这个分路 我每一年都是 每一年的年初都这样写 从X1年的1月1号 到X5年的1月1号 我每一年都写这样的分路 好 那你可以发现 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乘上五年 我全部付的是二十九万五千多 所以我这边只有应付助理款二十五万而已 对不对 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 我这个分路每一年都借应付助理款 从X1年年初写到X5年年初 我跟我写五次 那这个薪额写五次 你乘以五就知道了 就是二十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五 可是我这边只有二十五万啊 所以 接下来我就写他的摊销表 好 说了摊销表非常的重要 这个摊销表其实在 租赁公司也一样会用到这个摊销表 好 那我们来写一下呢 好 我的期日期 好 日期 好 X1年的1月1号 X2年的1月1号 X3年的1月1号 X4年的1月1号 我写不完 重来一下 我把它写完 日期 X1年的1月1号 X2年的1月1号 X3年的1月1号 X4年的1月1号 X5年的1月1号 好 然后再来我付的现金 成券的利息费用 好 冲销的 贪销的金额 好 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 好 再来是应付账 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 好 一开始 我现在一开始是不是付了59,111 所以我的应付注定款 X1年的1月1号 不是25万哦 因为我承认25万以后 马上是不是要冲掉59,111 所以是190 889 这件事写完做什么 你要记得我这个摊销表 写到X5年的年底 我的应付租赁款还要剩下2万 这是我的保证残值 我的目的 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 到X5年年底的时候 会等于我的保证残值2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写 我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空格 因为年底 因为我都说 讲是我的期末 就是12月31号 好 我每一年年初都付59,111 付5次 好 第一个 我们成任的利息费用 好 因为我们刚刚 这25万 是用利率12%去算的 好 其实 因为 这边 其实我要写一下 我先这样写好了 然后我入账的时候再分开一些 这样也很麻烦 我应该是说 这样子中间穿插一个东西 因为就 就 成租人来讲 他的增额借款利率就10% 所以他能够承认的利息费用就是10% 可是我刚刚这个25万的时候是用12%算的 所以事实上 我要贪销的折限率是用12% 但是10%是我的利息费用 另外的2%是我的手续费 好 所以第一个 190889 一开始我欠出租人的就是190889 经过了一年 我是不是要有利息产生 好 所以190889乘上10% 是我的19089 我的利息费用 好 我用黑色的笔写 好 是我的期末的数字 好 期末我要承认的利息费用是19089 我承认的利息费用 好 就是2% 好 所以190889乘上2% 所以是3818 所以我贪销的金额是两个相加 好 3818加上19089 所以是22907 贪销的时候 你可以想我的分路是借利息费用 借手续费 代应付注领款 因为我刚讲了 如果应付注领款 从他的保额来讲 5年下来 我要一共的金额是295555 可是我承认25万而已 所以每一次 我承认这个利息费用的时候 我没有付利息 没有 所以我就是转到我的应付注领款去 那也有书上面写 就是写应付利息费用 好 但是你写应付利息 但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科目上你怎么写而已 那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 我直接用应付注领款 这样会比较简单 所以是190889 会变成213796 好 因为我没有付钱 所以我说的这个分路 我每一年年底就是借利息费用 借手续费 代应付注领款 所以代应付注领款 这个金额就会整一家 好 那第二年年初 我又付了59111 所以我的应付注领款的年初的金额 剩下154685 这是第二年年初的金额 然后第二年年底 我要乘上百分之 我先乘百分之二 18562 所以我要摊一下的金额是18562 好 我先这样写比较快了 所以土碟 好 所以154685 乘上百分之十 是15469 好 然后乘上点02是309 因为这两个相较等于这个数字 3094 93 好 我让它说是3093 好 这个数字差一点点而已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所以我做了 15469 好 加上 我这边是不是 对了 154685 加上去就有点 加上 18562 所以是173247 好 第二年年底 我承认了手续费利息之后 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 就剩下这个金额 然后第三年年初 我又扣了59111 所以114 114 136 好 那第二 第三年年初 我欠 比如他讲的 我欠人家这个金额 所以接下来我要什么 一样要付 到年底要承认立息 还有手续费 所以我先算准我的金额 13696 好 我要贪效的金额是 13696 那我的利息 比较简单是 这个金额的10% 所以11414 所以是2282 是我的手续费 所以加上 就是我的应付租赁款 期末的金额 114136 所以是127832 好 第三年 第四年年初 我又付了59111 所以减掉59111 所以是68721 好 那第四年年底 一样 8247好了 8247 好 所以我的利息 这个的10% 所以是6872 好 6872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不用再乘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了 所以我的利息 手续费是承认着1375 好 6872 所以期末 差四年底 我的应付租赁款的金额 可以从68721增加为76968 好 第五年 我又付了5911 减掉59111 所以我剩17857 好 17857 好 期末要剩下2万了 好 用蓝色的笔写 黑色的笔写 就是我期末的数字 好 所以看一下17857 乘上百分之十二 我要贪销的是2143 好 因为2143 你可以看17857加2143 是不是刚好2万 好 刚好2万 好 所以我的利息就是1786 剩下来的2143 减掉1786 就是357 就是我的手续费 开销完 最后做完这个借利息费用 借手续费 待应付注定款之后 我就回到2万 所以我每一年年初都做这个分录 每一年的年底我都会写什么样的分录 借利息费用 借利息费用 借手续费 每一年的金额都不一样 一开始19089 一手续费是3818 应付注定款是22907 好 这是第一年年底 第二年年底 第三年年底一直下去 最后我的应付注定款 做完这个分录之后 我的应付注定款就2万 这样看懂吗 这个就是摊销表 这个摊销表一定会写 一定要会写 这个摊销表跟我们在讲 公司债的时候是不是很相似 就我当时候一开始说 就讲 这个公司债的摊销表 你一定会写 因为未来我们很多的场合都会用到 而且未来的场合 它的写法会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没有完全的不同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分录写给你看 所以每一丝我的分录都是这样写 每一年年初 每一年年底 但还没完 每一年年底 我除了做这样的事情之外 我刚刚是不是讲 这个诸赁资产 因为那个成诸人承认诸赁资产 所以他要承认 承认折旧费用 他承认折旧费用 好 那还有折旧费用呢 我们是借 假设我们用直线法 我们借折旧费用 贷累计折旧 好 这是租赢资产的 累计折旧 好 那我们直线法 二十五万贱 两万 产值两万嘛 除五年 因为我只有租五年 所以除五 每一年我承认的折旧费用作四万六 直线法 你不用管他的 你体裂折旧的时候 你是用租旗哦 你体裂折旧是用他的租旗 好 所以他的租旗就五年 所以我就用五年去算 你不要说他的有六年那样的租旗 我不是用六年 因为我只出五年 五年之后就还给他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每一年都是做相同的愤怒 金额都一样 因为用直线法 这样清楚吗 最后 是 如果 那个机器就是 给了他 可是就是 之后会给 给那个 就承租人的话 那他使用年线比较长的 再用哪样的租旗 就用比较长的年线 好 如果租旗旗买 这个东西无条件给承租人 那我们就用他的 私产的那样年线去提裂折旧 好 这样清楚吗 最后 差五年年底 除了承认这个折旧 除了承认折旧 费用 除了承认律席 费用所需费 但因应付出令款之后 我们是时候是剩下两万 我们要把这个机器还给出租人 我们要还给出租人 所以 成租人在帐上 差五年的年底 除了这些分路一样哦 金额不一样而已 请你记得到差五年底都是相同的 都要承认这个都一样 因为你看我们的贪销表是不是差五年底 接下来我们看到 除了写这两个分路之外 我们这次很要还给出租人了 所以 第一个 我们的应付租赁款 是不是还有剩下两万 我们的应付租赁款 还剩下两万啊 现在这个资产还给人家了 我的应付租赁款也要冲掉 第二个 这个机器的累计则就 既然我这个机器不见了 还给人家了 所以这个 它相关的累计则就一并冲掉 每一年四万六乘上五年 我承认二十三万 好 这个租赁资产 要从我的账策上面消失 所以代计租赁赁 二十五万 就结束了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每一年我付租金的时候 然后我是冲我的应付租赁款 每一年年底 我并没有付任何钱 可是 因为这个这样 我们刚刚讲说 就传租人来讲 他是个融资租赁 这样融资意思就是 他跟他借钱了 他借钱他要付利息 要啊 所以年底的时候 承认利息费用 但是他有没有付钱 没有 所以我是用这个科目 这样看懂吗 好 那有书上是写应付利息啦 可是如果写应付利息的话 你往后每一年 你承认的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里面 有一部分先还掉应付利息 剩下还是会还应付租赁款 他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觉得这样写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就不要额外产生一个科目 产生一个科目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 我要猜有多少是还应付利息 有多少是还我的应付租赁款 好 所以我比较情分这样的写 让科目的使用比较精简 而且很明确很清楚 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率现在有多少 这样看懂吗 最后一年 你说那应付租赁款最后剩下两万怎么办 还给他的时候就冲掉了 如果他没有保证残职 你这个贪销表最后就是零 如果你没有保证残职 你这个贪销表最后就是零 并付租赁款 要差五年底就是零 所以你还给他的时候是借 等计则就 但租赁赁就还完了 因为你的应付租赁款是零 如果你有没有保证残职 如果有问题就留下来 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